那我家大胖都调碎了 我朋友开车来接我们了 送我们去沈阳北战 走之前呢 我说安排我家大胖吃沈阳的特色啊 方总 你知道沈阳特色小吃是啥不 特色小吃挺多的 就是之前咱俩经常吃的那个 然后你跟我说这是沈阳的特色吗 老四季嘛 对呀 老四季鸡匠 吃点好的呀 好的这两天你都安排完了 还吃啥呀 我媳妇临走之前 那场上的特色得了 她没吃过 那也行 那也行 去尝一尝 跳吃 我回来这两天 好饿 今天 公司就在这附近呢 不至于吧 吃个面条还得排地哦 那你看看 沈阳没有一直活着的几十年走到沈阳 嗯 哎呀 你把这么多人里边 找桌都不好找啊 全是人的这么多呀 还有这包箱在独冲里边 哎呀 咋四个人能做下吗 这小哥 这挨着尾声腌子 你要吃上来 那嘎嘎小 几年不吃都小了 哦 鸿啊 两个鸡酱 四碗面 啊 这特色吗 哈哈哈 还有熏的 这人是真多是啊 太多了 哈哈哈 鸡架是桌桌壁点的呀 这地方 必须人吗 嗯 这也是抬 这么老做 看后边 都是人呢 北洋人民对鸡架 全有毒度 是啊 这块又拿鸡架 没有一直活着的鸡 人走不醒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一边 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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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着吧 清糖清水的是吧 这鸡架也是看着清淡的呀 吃着口味不知道咋样啊 让我媳妇尝一尝水羊的特色 哈哈 哈哈哈 一会儿一会儿等我一个回到一会儿 一会儿等你一个回到一会儿 你都会什么的 嗯 好 这个话呢 放 放 放 少喝点 放 放 放 你不吃香菜行吗 我不吃了 你赶紧趁热吃好吗 一定要 这个是酥酥 也是褐色呀 多多年没吃着加强的味道啊 加一种 很鲜啊 就是那个味儿 童鸡吃不习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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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家大胖 这桥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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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